台灣高鐵自2007年通車以來 因為大多數的車站不在既有市區裡面 車站的連外交通一直都是相當重要的問題 台鐵也因此增設新烏日車站 及新左營車站 以及新建六家之線及沙輪之線來接駁 不過有一座高鐵站也正在增設連外鐵路 蓋的卻不是台鐵 而是要拿糖鐵來載運乘客 這座高鐵站就是2007年通車的第一批車站當中 唯一一個到現在仍然沒有任何連外軌道運輸工具的嘉義站 但是早在高鐵設站之前 卻有著其他火車限制在同樣這個地區 而這一切必須從百年前的日本時代開始說起 在日本上千年的歷史裡 長期以來都是砂糖的進口國 因此在甲午戰爭過後 就積極的想要在新取得的南方領土 也就是台灣發展糖業 在1900年 台灣的第一間新式製糖工廠 正式在今天的高雄橋頭設立 之後日本的資本家大舉進入台灣 陸續創立大大小小的製糖豬市會社及製糖工廠 徹底改變台灣過去以傳統糖部 來生產糖製品的產業模式 當時為了提升砂糖的產量 總督府制定製糖廠取締規則 劃車出一塊一塊的原料區 除了保障新式製糖工廠的原料來源之外 更同時抑制傳統糖部的發展 所有甘蔗不只不能任意再運離開原料區 也禁止自行加工成砂糖以外的成品 另外因為甘蔗在採收之後 糖分流失的速度很快 而新式製糖工廠 又有著比過去糖部更大的產量 需要面積更大的甘蔗田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新式製糖工廠選擇鋪設軌道 到幅圓廣大的原料區內 以求用最快的速度把甘蔗運回廠內進行壓榨 提高糖的品質以及產量 另外一方面在甘蔗的種植上 同時有著兩套制度在運作著 分別是氣座及自作 氣座甘蔗的土地所有權在各個地主身上 雖然規定原料區內的甘蔗 只能有指定的工廠收購 但是地主仍然有權力 決定要種植甘蔗或是其他的作物 過去台灣南部因為灌溉不變 以種植虛水性較少的甘蔗為主 不過之後隨著稻米品種的改良 以及水利設施的改善 南部出現種植稻米的蜂巢 甚至衍生出米糖香克的現象 對智糖會社的營運帶來衝擊 也因此除了氣座的原料區之外 智糖會社也會把土地收購進來 編列為社有地 在這些土地上面 成立製作農場 製行種植甘蔗來穩定原料的產量 更可以進行蔗苗的研究以及改良 這些製作農場通常會採用 比較機械化的種植方式 為了方便灌溉及管理 農場的地貌也會比較方正整齊 在1908年明治智糖諸事會社 在今天的嘉義縣六角鄉 蒜頭村旁設立蒜頭智糖所 原料區涵蓋了今天的六角 新港、東石、蒲子、太保等鄉鎮 除了鋪設往原料區的軌道之外 還有另外一條通往縱貫鐵路嘉義站的路線 等到1927年收購東陽智糖諸事會社的 南進智糖所之後 再把原有的軌道跟南進智糖所的相互延伸連結 讓蒜頭智糖所的成品 可以改進南智站 轉運到縱貫鐵路上 比原本的嘉義站還要減少4公里的路程 降低運送的成本 當時各間智糖諸事會社 所鋪設的鐵路散布在平原的村落之間 在那個路上交通 主要還是仰賴人力跟手裡的年代 雖然糖鐵的路線標準普遍不高 但相較起來還是有著不錯的運輸品質 所以除了載運智糖所需要的原料及成品之外 還有部分路線開辦客運 更成為這些智糖諸事會社的重要業外收入 以蒜頭智糖所為中心 提供載客的鐵路 往東可以到嘉義 往西可以到埔子 而往東南可以經由太保抵達南進 其中從嘉義經蒜頭智糖所到埔子的路線 又稱為蒲子線 是當時明智智糖諸事會社所有路線裡面 載客收入最高的一條 而除了明智智糖所的蒲子線之外 日本時代的嘉義 還同時有大日本智糖的北港線 可以經由新港通到北港 兩間不同會社的鐵路 都在縱貫鐵路的嘉義後站設站 當時的地圖還特別把往蒲子 及往北港的兩個乘車處都標註出來 或許是因為阿里山林鐵的名聲過於響亮 但其實過去嘉義也是唐葉轉運的重要基地 更是台灣唯一匯集台鐵、林鐵、唐鐵的城市 可以說是三鐵共構的元老車站 但是隨著公路的陸續僻建 唐鐵的載客路線除了路網受到侷限 速度也開始難以跟公路客運競爭 面臨到衰退的狀況 紛紛停辦載客的業務 而最開始鋪設唐鐵的目的 也就是原料跟成品的運送 同樣因為公路的發展 而逐漸改以汽車來載運 失去了功能的唐葉鐵路 不是荒廢在原地就是遭到拆除 或者是被改建為公路賦予新的用途 另外一方面由於國際環境的轉變 雖然台灣唐葉曾經有過相當亮眼的成績 但還是難逃成本逐漸增高 無法跟其他國家競爭的命運 各間唐廠陸續停壓製唐 原先在日本時代被製唐會社收購 在戰後由台唐接收 專門用來種植甘蔗的製作農場 因為面積廣大而且地主單一 再往後的日子成為中央及地方政府 寄餘的對象 在先前嘉義縣政府怎麼在太保的影片曾經提到 因為嘉義市的獨立升格 而造成嘉義縣政府需要遷移時 當時提議的縣政府遷移地選項 絕大多數的既有地主都是台唐 即便是後來決議出來的太保東式農農場 也是要徵收台唐的地來做使用 而因為新的縣政府就在一片農田當中 當時為了帶動鄰近區域的發展 就已經發布嘉義縣制都市計劃 將縣政府周邊劃定為住宅區及商業區 等到1990年代進行高鐵選線時 同樣決定使用台唐的地 以東式農農場旁的太保農場作為高鐵嘉義站的車站用地 而嘉義縣政府另外配合發布擴大嘉義縣制都市計劃 把縣政府及高鐵站之間全部劃為都市計劃範圍 不過雖然先後提出開發的遠景 又在計劃區內增設醫療專用區 成功讓長庚醫院前來設置分院 並且積極推動大學成的計劃 吸引到長庚科大大同技術學院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設立分校 甚至還有新成立的稻疆技術學院 但是隨著台灣的大環境面臨少子化的挑戰 曾經是大專院校密度最高的大學成直接陨落 除了長庚科大嘉義分校持續受課之外 其他三間不是裁測分校就是直接停止招生 另外一方面嘉義縣的人口在1980年代就面臨停滯 到了2000年代更是有明顯下滑的趨勢 加上縣政府的所在地位於太保及蒲子的交界 不只遠離既有城鎮 周邊也沒有明顯的產業 不容易吸引人口遷入 原本規劃能夠有9萬6千人居住 到現在的實際戶籍人口只有1萬出頭 更有超過一半的都市計劃區用地 仍然是作為農田使用 在2001年故宮博物院提出興建中南部分院的計劃 經過多方角力之後 最後在2003年確定設置於嘉義太保 也就是嘉義縣政府及高鐵嘉義站的附近 因此再次徵收台唐的東式寮農場 來當作故宮南院的用地 而在它的北側 其實緊鄰著擁有百年歷史的蒜頭湯場 就跟台灣絕大多數的湯場一樣 蒜頭湯場也難逃停止製唐的命運 早在2002年就已經轉型成為觀光湯場 園區更利用過去唐鐵的路線 開行觀光小火車 因此多年來也有呼聲 希望可以把這條路線 分別往高鐵嘉義站 及故宮南院延伸 串聯起不同的觀光資源 不過與其說是延伸 倒不如說是唐鐵路線的重建復始 過去蒜頭湯場通往南徑站的鐵路 就正好划過今天高鐵嘉義站特定區的邊緣 同時也是早年提供載客的路線之一 至於故宮南院的部分 過去也有一條原料線 行進東側的故宮東路 穿過今天的嘉義縣制都市計劃區 這條路線後來更成為太保跟朴子的交界 也正式造成嘉義縣政府在太保 而縣議會在朴子的現象之一 在2021年 行政院正式核定 唐鐵延伸至高鐵嘉義站 及故宮南院 預計將在一年之後 也就是今年10月還工通車 讓最慢的火車 可以跟最快的火車彼此串聯 在此同時 行政院也宣布 南科嘉義園區落腳太保 使用的則是台唐太保農場的土地 也就是說 未來搭乘高鐵再轉成唐鐵 從未看到的景色 很有可能會被一洞洞的廠方所取代 唐鐵的再次重申 以及科學園區的設置 可能最主要的目的 還是要帶動一旁嘉義縣制都市計劃區 以及高鐵嘉義站特定區的發展 你覺得在觀光及產業資源陸續進駐之後 嘉義縣政府能不能順利擺脫 西部最荒涼縣制的名號 歡迎在留言區寫下來 最後也別忘記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糖鐵跟高鐵連結的計劃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